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內地黃金周消費股當王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升了308點,收報23,767點 成交由於內地仍是假期的關係,不算很活躍,只有925億 今天可以說是幾少成交來上升 但是大家要注意,今天是高開低走 那個升勢不算是很全面 如果你說升跌股份比例,大概是900隻升,800隻跌 那些比例,而最令人忍恨 就是一開的時候,其實就是24,000關以上 結果收回,收回在24,000之下 其實記得在上個星期跟大家講視頻的時候 預計錢就會在23,100至24,100之間波動 因為23,100,那個暫時是一個什麼 就是之前的上升裂口跌了下去的 上升裂口底部有支持 就衝上去,就上去之前的一個 原本的支持位跌破了之後 變成阻力位,那個就是24,100區 看看圖就明白說什麼了 兩條綠色線 上個星期跟大家講到跌下來之後 有機會是24,100至24,100之間增持 結果現在出現的情況都是類似是這樣 增持多久,不知道 估計都以一段時間 很可能是 今星期內地仲是假期的期間 很可能都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除非美股在內地假期期間 即是忽發神勇,就是斑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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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站在24,100樓上,才真的為之轉回 回穩,甚至是有機會向好 否則的話,暫時當它是一個低位的牛皮上落 增持代變的狀態 大肆沒有什麼好說 看看美股 好了,美股最重要的一件事 都是看著特朗普怎樣 現在最新的說法就是 特朗普可能今晚就出院了 美國就用雞尾式的特效療法 跟他入院,沒多久的 74歲的老人家都可以這麼快出院 之後會怎樣呢? 那個狀況當然就是 他當然會說到疫症 疫情不太緊要,他都沒事 諸如此類 焦點一定是放了抗疫、防疫 或者一些疫症常高 因為總統你都糟糕,中焦 市場現在最關心的是 他出來之後 是不是那個民望會上了去呢? 高了還是低了呢? 現在還要等多些調查 就是那些才知道的 因為暫時來看 他一入院,當然是他馬上插水 就是那個民望 總統你都糟糕 就是很搞笑的 但是他又這麼快出到來 出到來之後 究竟那個民意是怎樣呢? 就要再等調查了 這個也能左右到市場 關鍵在哪裏呢? 看納子就很清楚了 比這個標普500或者道指更加容易去理解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裏之前9月10日的高位 大概11299.5 即是11300 11300 他曾經呢 在這個 10月1號那一天 即是上星期五 即是上星期五 即是衝過上去 是 所謂上星期四那天衝過上去 站在旗上收的 那天收是11326 最高是11344 那很可惜 星期五呢 就又滾下來 那現在能不能夠正式衝上去 或者變成一個阻力 如果是阻力的 大家明白了 這個反彈結束 這樣就再下降 是吧? 這樣就令人擔心了 這樣的話 恆指就會有機會跌穿 231個機會大 相反 衝到上去 站在113樓上收的話 當然恆指上破141個機會大了 向哪邊發展 不知道 現在美股期貨大概升到 接近1%左右 即是道指那方面 即是說 暫時來看 大家都當這個暫時 都是當一個好消息 會不會像今天港股那樣高海低走 不知道 但是當是好消息的話 暫時就好像說 上破的機會是高一點點 這個禮拜是關鍵的 流心美股究竟上不上得到去 上得到去 港股有機會反彈 即是衝破241 上不到去 港股就有機會下跌 再考驗231 甚至跌穿 如果真的跌穿231 怎樣呢 就去到223 224 就是輕微 之前 它還有一個底 這裡 在5月25號低位 225 估計會輕微跌穿這個位 這個後話 暫時再 之後再算 好了 看完港股和美股之後 內地股市 休市 說回今天的題目 內地黃金州 消費股當黃 內地黃金州 其實有少少 現在大家知道 疫情之後 現在復甦得很好 很多消費股當黃 記得我上星期 經濟日報寫過 波斯登 就說 買在下雪前 因為其實 寫的時候 剛剛那天 已經是 在黑龍江某個地方 很北的地方 已經開始下了第一場雪 開始會冷 我們現在還是 香港剛剛過了中秋 秋老虎 還是有點熱 在街上走得快點 雖然晚上開始轉涼 但北方已經開始轉涼 現在 波斯登 今天 彈了12% 大成交 走勢理想 破了這個 早前這個高位 7月9日高位 順勢都還可以上網 那 大家再拉長多一點 來看看 現在你看到它都是 一浪高於一浪的 一浪高於一浪 估計是希望 在這裏可以去到3元左右 下一個 就是李寧 上星期都寫過 李寧 其實李寧 估計黃金周會做好 就是最主要原因 李寧是民族品牌 在經濟日報社都說 它是民族品牌 預期黃金周 它會銷量好的 今天升7.6% 也創了這個新高 這隻股 短期來看 40元大關島 也都是 看到都是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值得 如果有低位 可以少住 因為 失了先機的兩隻 的而且 如果你今天先聽 即是沒有看經濟日報 我寫那裏 現在才買 衝上去 是不是就不能買 都不是 如果有回吐少少的 那就買 當然沒有 那時候 那麼早買 那麼好 但是沒有辦法 已經衝上去 因為黃金周已經到了 時間不等人 市場的邏輯 就是覺得 都是消費會當旺的 李寧好 其實 內地的體育用品股 很多隻都做得好的 安踏今天都升5.3% 所以整體整個體育用品 或者是服裝那些 有機會向好的 波斯登那些 先帶上去 還有其他服裝 雖然沒有 波斯登其實是這麼知名 這兩隻比較知名些的品牌 當然安踏也是 先衝上去 如果食品方面 那些 其實周黑鴨 都OK 都升5.45% 即是5.5% 但這隻就沒有破頂 另外 海底low 都升5.3% 就是追著周黑鴨的升幅 而海國際 就升得少些 2.6% 另外 譬如飛鶴這些奶粉股 我都是看很多 是喜歡的 周黑鴨 在九月份 都在經濟日報寫過 其實這一類 就是 周黑鴨是 老美界 在內地 叫做No.1 當然 現在店舖不是最多 但他的毛利率最高 他現在都準備 會開店 即是Fanchise 出去 所以都是值得留意的 這些股份 好了 內需股還有一些 今天帶動到的新股 旅遊酒店相關的 新股叫華駐1179 也升4% 收補358元 再創上市新高 同程藝農都升1.8% 收補14.36 這些都是內需消費 即是旅遊相關的股份 整體來看 估計這一兩天 可能都還是會炒這個版塊 事實上 九月份 即九月底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部署在十月一號 即是十月黃金周回來 不是一號 十月黃金周回來之後 可以是一個消費版塊 另外一個就是九月底下旬 一直做得比較好的 就是太陽能光復相關 其實新能源的 不止太陽能 不過主要是太陽能先 其實在 那些投資財財周刊 就建議買過這隻 三八六八 那時候短線看 四元現在都衝破了 今天最高見過4.4 一直走勢比較理想 最厲害就是那隻玻璃福萊特 因為它85%的收入來源 都是太陽能光復玻璃 現在光復玻璃的價格上升了 所以它就做得很好 最近衝上去 那這些追不追 如果失了先機 現時來看 都升了那麼多 就不建議追 特別是今天再升17.5% 那信義能源都是 雖然那時候我寫 因為是兩大投資者入股 第一個是高嶺 高嶺資本 大家知道這個近期很出名 第二個就是這個角壽 入了就是看好它 其實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 就是14.5規劃 還未正式知道的 14.5規劃是說 太陽能光復那裏 就是新能源主力 就靠太陽能光復 其次就是封電 或者是核能那些 所以就預期太陽能光復 就做得很好 於是這些不斷衝上去 如果追落後 就建議大家可以想想保理協音 首先先自聲明保理協音 上半年度是虧損的 要先自聲明這件事是虧損的 但是現在預期光復 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話 那它那些多貞規 其實它都傾向會做多些單貞規 因為單貞規的價格更高些 那個有機會 就是在下半年度 或者是明年 就是前景會好很多 如果太陽能光復那邊 真的成為主力的話 當然固然這些玻璃 或者是順耳光能 順耳光能也是做太陽能光復玻璃 再加太陽能電腸 它就是這個順耳能源 就是968 是這隻368的母公司 這些玻璃固然是做得好 但是生產這個多貞規 單貞規這些公司 就是太陽能的原件 都有機會會受惠 你看到今天它就充12% 都開始有機會是破到這個前浪頂的 8月21號 現在平了最高位 收它就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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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做好 這些都是考慮 好了 講了這兩個辦法 第一個就是內需 第二個就是太陽能相關的 第三個其實市場很留意的 都是新能源汽車那些 所以今天比亞迪都沒有跌 比亞迪上個星期三 衝了上去之後 現在還是站得比較好 新能源當然不是單止只有比亞迪 在美股有兩隻 所以有三隻 即是理想、小鵬 還有衛來汽車 這三隻新能源汽車 也是市場關注 內地還有一些新能源 即是那些 跟新產的電池相關 因為比亞迪最主要的市場 現在賣的都是刀片電池 問題是比亞迪 即是我始終叫大家 九月 應該頭的時候 九月一號、二號 始終建議大家買 回套81元買 回套了 曾經下去79元 目標其實中線都是121元 現在都升破了 那麼短期升了那麼多 這個才是最難搞的地方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持有的 當然繼續可以持有 不過我建議可以是什麼呢 斬邊、留邊 先吃一半都不驅 因為都升了 短期升太多 寧願它落回來再補回 如果未買的 我就不是建議現在買 都是等它有機會回了才買 因為短期都會升太多了 整體而言 短期大家可以留意多些內需股 因為黃金周 看看還有哪些內需股 是未彈得起 或者是市場仍在賺 那些內需股 其一 其二就是光復 這個都是市場關注 另外就是新銀元相關的股份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